留意一下今天2498的宏达电 这盘中股价再度出现了有拉高的表现 那么整体威胜集团里面 今天也有不少个股表现强引 另一位出关就攻掌停板 全达建达 目前都涨3%以上 威胜也涨3%以上 那么因为这个集团 王雪红的关系 大家都在看 到底我们所谓的耶旦行情可以做期待 那么元宇宙的热度 从宏达电圈开始发动的带动之下 下礼拜还有多档个股 即将出关 有没有机会再点燃一波的攻势呢 为您连线瞧到专家 是分析师许峰禄了 峰禄好 请见各位传媒者这边大家好 好 峰禄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因为元宇宙成为第四季 来排名当中最强眼的一块族群 但因为涨上来 很多档个股也被进行处置交易 不过就在下礼拜 包含了像至今 万序 建达 甚至AFT的霹雳 都有机会出关 所以我们就会再度的 把市场资金又吸到 元宇宙议题来呢 我认为在今天的 现阶段的一个市场 因为成量量比较不够 现在的量也就2000多亿 要攻上去 一定要有故事 要有题材 要有人气 元宇宙我发现是市场人气最高的 你看刚刚的一个 一阵的一个反弹过程里面 不管是威胜集团 整个整片都昂昂 全部都反弹上来 我在这边看的话 我会认为说 这个应该题材 会持续性的一个发酵 今天早上 不管是有元宇宙概念的光磊 虽然说它是要切入 第三代半导的化合物 但它元宇宙的光 大概概念也是非常的深 因为它有所谓的感测元件 那供到了涨停 然后5245的至今 也是供涨停 今天连3059的华金科 2374的佳能 这些都是有 相关元宇宙概念 股票都在往上涨 那我们仔细去留意到 元宇宙它其实是互联网的 一个下一个阶段 它是用所谓的一个 增长现实AR 虚拟现实VR 还有3D技术 三维技术 就是3D 还有人工智能AI 这些技术在支持着 虚拟现实的网络世界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 长期性的发展 那另外的话 其实今天盘中的话 车电族群也很棒 像85的棚 今天一度高大涨停板 这就是车电的概念 所以我把两个东西 一起结合在一起 应该是同时具备 有元宇宙的概念 这个可能下一周 这些都关出来之后 应该会又是带动 市场往上走的一个 重要题材 然后又同时具备 有所谓车电 MIH的一个 长线题材 我认为会是一个 跟元宇宙一样 长期发展 而且比较更快 会有实质获利的公司 所以我帮大家找到 这家是 代号3294的 英记 那么英记 其实大家都已经很熟悉 前一段时间 不管是元宇宙 概念的 HUD的一个部分 那前一段时间 像大宗控 一例电就是 AR HUD 那英记本来就是 HUD的一个佼佼者 它也切入到了 所谓的MH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一段 它又已经有先拉回来 前一段时间在上涨 又拉回来 那你可以看到 股价现阶段 在K线上面 昨天 前天连续两天 留了上影线 你要挑战 挑战月线 那今天看起来是 应该是已经有开始蓄力 要正式占五月线 因为五月线的下压 有机会在今天的 一个长红之后 就直接越过 那我会觉得技术面上 也不错 那在整体的一个 AR的一个概念里面 它是因为旗下 转投资的这个公司 这持股是99.85% 这是英奇科技 它已经开发出了 所谓轻量化的 AR成像能够模组 同时它也跟 国际大厂共同开发 这个相关的一个产品 所以我会认为说 它接下来的一个 接触到元宇宙的 一个题材力道 会比较强 那股价其实突破一大段 从最高点39.95% 已经拉回到月线附近 我会认为说 有拉回过 然后股价相对位阶低的 我认为投资民 有可以去做留意 好 那风鲁 我们另外帮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在接下来 到底有哪些 明年金虎年的题材 有机会来跟进做发动的 包含像今年在热的 元宇宙 低轨卫星 其实很多个股 已经涨一大段上来了 如果讲明年有机会 也搭上 不管是涨价题材也好 或是现在热门 这个吸引资金的 一个进驻的题材也好 你会看哪一块 好 我想其实 今天有一个族群 也是很强 那就是所谓的一个 绘图卡 那绘图卡 因为你元宇宙 在使用 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的一个绘图卡 使用也是非常高 不然是你叫挖矿 然后成为它 未来的一个货币 那或者是说 你相关的这个 图像的一个处理 我觉得这都是题材 尤其是最近 你到坊间去看 要买到绘图卡 真的不容易 还是奇惠可居 那最近的一个立台 当然是带头大哥 一路的往上攻 刚刚在创了 这一波段的访谈高点 但我的操作策略 大家请记得 我一定不会是 这个时候请大家 去布局立台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比较布局了 从70块一路 涨到98块 今天还等于有点 是冲高之后 留上影线了 好 那个冲高之后的 上影线 这个会比较尴尬 因为你可以看到 只要是最近冲高之后 连续大涨 都留上影线 他冲长 他就短线要休息 但休息不代表 这个部分题材就结束 因为他今天 也像有带动到 像2399的印太 今天也是一度有大涨 昨天工到掌 你今天又一度的 一个往上攻 那24 还有像6150的汉讯 今天也一度 创了一个反弹的 一个相对的高点 但是呢 我会认为说 如果 我这边有记得 我两天前 跟停车连线的时候 我说 大家看到3008 大力光大涨 对不对 那这个又那么贵 但是我们知道 他大涨的理由是 他要垂直整合VCM 所以我们去找 他的供应链 是2476的 巨响 请您跟大家报告 首盘是小涨 来到64.8元 昨天工到掌停 今天怎么样 继续在创 波段高点 我用这个角度 来去看到 整体的 这个绘图卡 的一个题材 现在看起来 还是一样方心为爱 但他们有一个部分 大家都没有 没有注意到 就是绘图卡 在做运作的时候 它其实高速运作的时候 它容易发热 电子产品一发热 效能就降低 所以最重要的是 它有搭配 专属的所谓的一个 散热风扇 而国内在这里 有一家是 佼佼者 是代号6591的 东力K1 那先跟大家提醒 它沉测量 并不大 但是呢 它这两天 开始放量往上走 那我仔细去观察到 它们整体的产业的 营收的一个状况 我发现 这家公司非常特别 它营收获利 一直都非常稳定 即便是在去年前年 像6150的翰逊 今年前三季 真的非常厉害 赚14.16 但它去年 去年才赚0.77 你会发现 它们的一个波动很大 2465的立台 前三季赚了6.63 但去年 全年赚0.5元 波动很大 可是如果仔细去看 6591的东力K1 去年还赚了5.66元 今年前三季 又赚了4.96 稳健的往上成长 11月的营收 是月增四成 因为之前的一个 缺掉的部分 所以它的营收 就没办法 持续性的大幅成长 但是以今年来看的话 已经比去年 同期成长超过10% 那明年度 它又切入到 所谓的5G server 还有就是 因为透过风扇的技术 它也切入到 所谓的防疫的 空气清净 机器人 我觉得这个题材 会慢慢的 再进行一个发酵 那股本小 净值高 那获利的状况 非常稳定 我觉得投资品 有时候看到 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 不用去追高 这些绘图卡 但是你去找它 周围配套的公司 刚刚转强的话 我觉得可以 并且做留意